上次说到这年轻的小伙子非要跟王进比武不可 事情逼到这儿了 王进只好把扔过来的这条棍在手中一戒 他前脚须后脚时斜身晾了个童子封门式 小伙子请吧 这小伙子一看王进拉开架势了 他把这棍望空一举 单腿提起这叫朝天一炷香 他喊了一声 看棍 这一棍向王进就砸过来了 紧接着就听见好像包子砸脸盘一样 一阵乱想 这棍那像雨点一样是接连进攻 小伙子心想不出五六棍 我就把你得砸趴下 可是他没想到二三十棍打过来了 对手只是边躺边退 一棍也没打上 越没打上这小伙子越急 越急这棍进攻越猛 打着打着 这王进扭转身 右手拉了这棍快步撤退 小伙子一看 怎么 你要跑啊 没见真书赢呢 跑了怎么算呢 他急步紧追 就这功夫 王进突然一转身 他右手棍滑地探空 这棍从顶上带着风就下来了 小伙子赶紧双手举棍往顶上这么一架 可他没想到 王进这一棍砸下来 那是雷声大 鱼点小 喊得凶弱得虚 棍下来之后 他一看小伙子使劲望着这么一架 他突然把棍往后那么一抽 往前又那么一捅 这捅 正捅到这小伙子左胸大肌的上部 那锁子骨上 这小伙子脚下失去了平衡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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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倒退 其实啊 倒退几步 他就该坐在那地下 这小伙子自尊心很强 他还想着不认输 他想退几步还能站住 两条腿紧着往后倒着 越倒着越快 越倒着越快 登登登登登 往后退了十六七步 先蹲下 最后还是坐下了 王靖赶忙上前沉浮 哎呀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摔准哪儿没有 王靖一掺探这功夫 他才发现 这光膀子的小伙子 前胸跟后背上 刺着好几条龙 感情在宋朝啊 人们有一种 纹身的习惯 就是在这皮肤上啊 刺上各种各样的花 而且有专门搞这专业的刺花匠人 这些刺花匠啊 水平当然是有高有低了 找他们刺花呢 你得花钱 被刺花的人呢 多多是些个兵士 彪悍永夫 游侠青年 他们刺上这玩意儿啊 好像是在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个性 啊 所以有吗 你身上刺虎的 有刺龙的 还有刺蛇的 据这个古代笔记小说记载啊 还有的前胸后背 整个刺了一幅山水人物画 那大概是爱好美术的 还有的呢 从脖子往下 从前胸到后背 刺了白居易的三十多首诗 整个一个大诗人 眼下这小伙子呢 他身上刺了九条龙 大概是显示他如生龙火虎吧 可是现在 这小伙子是满面羞残 王进正要往下说两句安慰他的话 旁边有人说话了 嘿嘿 怎么样 碰上对手了吗 这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哪 王进往旁边一瞧 说话的正是刚才在长院上拜见过的那位史太公 哎呦 太公 你还没睡啊 嗨 我呀 天天晚上要偷着看看这孩子练功 结果您这武艺可给我大开眼界了 哦 那这是 哎 这是我的犬子 他叫史进 您没看他那身上刺的花里胡哨的吗 大伙给他送了个外号 叫九文龙 王进一听 心想这是怎么说的 吃着人家喝着人家又住着人家最后还把人家孩子给打了 这事办的可是太莽撞了 王进这阵是一脸的摸不开一肚子不得劲 哎呀 太公 这真不知道这是令狼公子 方才我可多有冒犯了 哎 庄师 你不必过意 我这个孩子 自由习武 最爱耍枪弄棒 请过几个老师 但都够不上名家 今天呢 我一看您 这可是出手不翻啊 一定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传授啊 我 有句话 可不知当不当说啊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在我们这个土庄子上多留几天 我想 让我这孩子拜您为师 跟您学学武艺 不知尊义如何呢 王进心想 这位太公 你怎么会知道 我是在逃的进军都教头啊 我要在这住下 一旦走漏风生 就没有我们娘俩的活命啊 太公 您的盛行 我求之不得呀 只是 我有要事 得要赶回央安府去 不能在路上耽误时间 这样了 您等我到家里边 安排安排 然后再到柜庄上来打扰 史太公一听 人家这是不想留啊 啊 啊 那好吧 既然壮师不肯留 那我就盼着你早点回来 啊 好好 我一定早回来 就这样 他们又先谈了几句 史太公领着使劲走了 王静呢 回到屋子里边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激旧头变的时候 王静正要起床 忽然听到老娘在床上声音 哎呀 哎呀 娘 您怎么了 金儿 娘恐怕 要不行了 啊 王静赶紧穿好了衣服 来到娘的床前一看 一看老太太 面色辣黄 冷汗淋淋 手捂着胸口 紧咬着压关 王静一看知道了 娘的老病又犯了 心口疼 其实那年头医学不发达 老太太得的这病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冠心病 一路颠簸 担惊受怕 心情紧张 着急上火 促使这老太太犯了心脚痛 王静是个大孝子啊 一看娘病了 这一急可非通小可 怎么办呢 这荒野山村的往哪找大夫家 急得王静开个房门出来 这就要找人求医 还真巧 一出门正碰到史太公 他当着史太公把这事一说 史太公一听 哦 我知道了 装使 别急 我这村上啊 还真有个好郎中 不管什么病症 几乎要下去是力剑功效 方圆百八十里的病人 骑着牲口赶着车 到这来找他看病 人送外号 叫刘高手 我呀 这就找他家 哎呀 如此说来 那可就劳林打架 哎 出门在外的人 难免有个天灾病 也这算不了什么 史太公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这刘大夫给找来了 这刘高手啊 到这给老太太 整了整脉 开了个方子 说这老太太病不轻 得吃几副药 还得多僵养几天 不然的话 还有再犯的危险 王静一听啊 为了难了 这是借宿人家呀 怎么好 久待不走啊 这个时候史太公 好像看出来 王静的心思思的 王庄师 令唐病重 可不能再走了啊 我这儿啊 居有仙房 史有精密 安心在这儿 多住些日子 啊 老太太什么时候好咯 你再当成 天大的急事 你也得放放 别的 你什么也别想 好不好 王静一看 事到如今 也就只好如此了 天到中午 有位庄丁在县里边 把药给抓来了 王静给钱 这庄丁说什么也不要 说庄主都已经给了 到了邦晚上的时候呢 庄主派人 给老太太又另安排了一个宽敞房间 收拾的干净整齐 王静事后在庄前 打这儿起呀 一日三餐 有专人给送饭 而且给老太太 还是另做的小子 什么馄饨汤啊 龙须面啊 割的面片 荷包蛋啊 做工精细 调味讲究 文质香 吃着好 而且老太太这病号饭 大多都是九文龙使劲 亲自给送来的 王静 是个重感情 讲义气的人 一看人家史太公 与自己肃无交往 萍水相逢 在老母病危的时候 能够这样 无微不至的观照 这自己心里边 有说不出来的感激 怎么报答人家 才好呢 王静心想 看来这世上 不光是像高求 那样的人呐 总还是好人多 早知这样 老庄主提出来 要让我交他儿子练功 还不如答应了呢 现在我倒想答应 人家不提这茬了 哎 日后图报吧 王静娘两个在史记庄 一转眼的功夫 半个月过去了 老太太病体痊愈 由于这饭是好 营养充足 比刚到这儿的功夫 显得更硬了了 脸上起了油了 头发也发了亮了 咳嗽一声 那底气都听得足 王静一看娘的病好了 那我们也该走了 史太公一听 马上给王静设宴践行 在酒桌上 几杯酒过去之后 王静向史太公 表示自己 一片感激之轻 最后呢 自己主动的 把话就引到史记身上来了 太公啊 令郎是个好披萨 按说 您一提出来让我教他 我本应当答应 但是我没敢答应 为什么呢 我有我的难处啊 我觉得 我要在这儿交了令郎 于我倒没什么 于您可是大为不利啊 所以我就推却了您的盛情 这回我要走了 我得跟您把这事说开了 您可别怪罪我 史太公最感兴趣的就是王静这几句话 哎 王庄实 我没听懂您这话的意思 您教了我的孩子 那于我有什么不利呢 太公 实不相瞒 我是一个在逃的官府中的人啊 哦 您是从哪逃来的呢 王静当即把自己的身世 遭遇 整个的说了一遍 史太公听完了之后 给王静 争了一杯酒 来 干了这杯 为你逃出虎口 咱们庆幸一番 我呀 早就看出您这身武艺 一定是来自名门高手 不是一般的人 闹了半天 您是八十万进军的都教头啊 不是高求这么欺负您 您怎么会来到我这使家庄呢 啊 我看这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王教头 要是这么说 我看 你可就先别急着上延安府了 您想啊 那高求 一发现您器官耳头 必定四处行文捉拿您 您与令堂 母子两个人走得慢 这行文快马可跑得快呀 你们母子两个人在我这庄上 又耽误了这半个来月 正好给他们又腾出些功夫来 现在 你母子两个人要是一走 在此去延安府的路上 还要经过不少县镇驿站呢 万一被人家认出来 难免被捉绑回去 到那个时候 空话你浑身适口也讲不清楚 像高求这样的人 那都是本身无能 以害人为业的家伙 他能轻饶得了你吗 啊 你呀 听我的话 就在我这住着 在我这住着 有两大好处 一 住着安全 我这荒野村庄 这是官府不屑一顾的地方 即使有行文道志 我是庄主 礼正 谁能把你如何 第二呢 你走着也安全 在我这儿 在我这儿住一段时间 等风声过去之后 高求拿不着你 他也泄了气了 你再走 这路上他不就安全了吗 太者说了 我的这个犬子 我这儿 还可以在您这高手之下 学习个本领啊 学习个本领啊 长点坚实 王教头 您看 怎么样啊 王进一听 这使太公对我 那真是滚回备至 恩重如山啊 教重大给我娘治病 这一劫 我也应该留在这儿 交使尽无意 报答他的恩情 想到这儿 王进说 太公 赶您盛情 我不走了 我又收使尽这个徒弟 太公一听 好 使尽哪 快点过来 给你师父磕头 打这天起 王进娘俩就算住在使尽庄了 每天呢 王进早起晚睡 教使尽练武 这可堪称是二五更的苦功夫 使尽好学 王进爱教 使尽尊师 王进爱徒 王进教使尽 那是大十八本兵器 小十八本兵器 长拳短打 贴靠琴拿 转眼间半年多 过去了 这使尽的武艺可是大有长进 这使尽呢 原本就有个挺好的基础 再经王进这位名师这么一指点 那真是如龙得水 如虎生意 使尽的这功夫 可以说是超臣八足 欲众不同 王进一看使尽的武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名高手了 想到自己也该走了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不是久待之处 王进跟史尽 即使尽一人两个一提出来要走 这一人俩是一块挽留 使尽说师父 我看您就别走了 您偷奔陕西老中精略县公那 只不过是为了落脚安身而已 诸事未必虽心 我看哪 您不如就在我这史记庄住起来得了 我呀 管您终生的衣食住行 管保您是处处虽心如意 王进说什么也要走 史太公一看就是挽留不住了 好吧 王教头 你中非吃中物啊 早就走吧 要两个给置半酒席送行 史太公拿出来雪花白银一百两 增给王进作为春资使用 史尽呢 这半年多来跟师父处得那是感情融洽 不知道送点什么给师父好 送点什么呢 哎 把一件自己新做的还没上身的 连土芯都没粘的 织紧大红袍送给王进 再送点什么呢 哎 送点吃的 这吃的 得是有点地方特色的 使劲就想起一个人来 谁呀 兔爷李 这兔爷李是怎么回事啊 这人呢 姓李 叫李吉 专门会打兔子 离这不远呢 有座少和山 这李吉呀 经常上那山上去打野兔 不但会打 而且还会熏 他熏的那野兔啊 味道鲜美 欲重不通 人们都叫他三口不想家 就是说 吃三口兔子肉 连家都不想了 据说他这熏兔啊 一只兔子上边 能出来五样味 有鱼味 鸡味 香味 辣味 还有甜味 就是没有兔子味 谁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村子里边四个来户人家 婚丧喜事 请客送礼 都到他这来买两只熏兔 据说有一年 村里的李正 这华阴县的县太爷 送了两只熏兔子去 正赶上县太爷的孩子 在那抽风 这孩子吃了一个兔子腿 这抽风好了 也不知是兔子肉的作用啊 还是正赶上那么个寸劲 使劲就想到这兔眼里了 我找他去买两只兔子去 给王进带着 王进在这半年多 使劲没想起来这件事 今天要走了 他想起来 使劲来到李吉的家里边 见了兔眼里 说明来意之后 这李吉眉头一皱 哎呀 我说使少爷 您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从我爸爸那一整辈 到我这半辈 我这屋子里边 没断过兔子肉 可就这些日子 我这屋子里边 没有兔子肉了 使劲说那怎么回事 少华山不倒 就有的是兔子 你这屋子里边 怎么会没有兔子肉了呢 哎 使少爷 您大概还不知道吧 咱这少华山呢 别看上面有兔子 我可不敢去打了 没兔子哪来的肉啊 那你为什么不敢去打呢 哎 少爷 您还不知道吧 这些日子 那山上可出了人物了 出什么人物了 也不知道在哪来了 那么三位温神 把这少华山呢 给占了 听说啊 还凑了不少楼楼兵 经常下来四乡八镇的烂花了 趁点宅子地的 这心里边都揣个小醋子 怕让他们给抄了去 华阴县的县太爷 也真会弄 你倒是发官兵 把他们给搅了啊 他不 他出告示 说谁要拿着这仨债主吗 给三千块钱的赏去 这钱倒是好花呀 可拿命换呢 谁干呢 您光说让我上山去打兔子去 那要碰上那伙子人 把我给抓山上去 您说我这家里边 妻子老婆孩的 不都得下背过气去 我宁可改行 干点别的 这少河山我也不去呀 您哪 要想吃兔子肉 您等这仨债主搬了家 再说吧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怎么这件事 我才听见说呀 看 您一天到晚就光忙着练功了 哪有功夫问这事啊 再说了 我听说那仨债主啊 从来没上咱们史记庄来过 大概是他知道您这武艺 不过我可听说了 他们也想着要动您 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史少爷 您可溜点神 别让这帮小子把您给暗算了 史静微微一笑 嗯 好啊 我等着他们 史静没买着熏兔肉 听了这么一个消息 回来之后 也没跟师父王静讲 主要是怕师父挂心 王静呢 一切准备妥当了 让老娘上了坐马 史太公给王静又背了一匹马 母子两个人向史家父子告辞 九文龙史静跟师父那真是难舍难离呀 一再嘱咐路上保重 王静呢 也嘱咐史静要苦练功夫 不可荒废时光 特别告诉史静 咱们练武的人将就忠义二字 你的一身武艺 如果不能为国尽忠 也当为民尽力 不可以武压人 以强欺弱 史静说师父您就放心吧 我绝不能败坏了师父您的名声 王静告别之后 跟母亲登城上路 向延安府去了 史静呢 回到自己庄上之后 这心里边总合计 绍和山上这仨寨主 这几个人既然已经想到我了 我就不得不提放着点 有道是豪犬护四林 好汉护三村呢 我史静会了一身武艺 最起码也得使我这史记庄 不受他们的糟扰 史静想到这儿 把心里的这想法 就跟史太公说了 史太公感情也听说过 说绍和山上出了三个寨主 这老头啊 更有老头的招数 他杀了一只牛 宰了几只羊 把史记庄这四百来户人家 户主们都给招来 干嘛呀 告诉乡亲们 一旦绍和山上这伙强盗 要是到咱们史记庄来 咱们大家伙 不管是到了谁家 邦子响为好 全村出动 齐心协力 共保庄园 如果要是单打独斗的话 那咱们有九文龙史静出面 如果说他的楼楼兵都一起上 那咱们乡亲们也都一块上 大伙一听 好 这些乡亲们 巴不得有这么一个带头的呢 全村人一致享用 酒席散了之后 大家伙各都回家准备兵器 就等着听这帮子响了 大伙好多出动啊 等了两天 没动静 等了五天 没声音 一个月过去了 史记庄平安无事 有人就说了 哎 我说他们怎么没来呀 嗨 我告诉你 这山上的债主啊 他也怕咱们装上的使劲 一听说九文龙 他们都不敢来了 嗯 大概是这么回事 村子里边人 这紧张的神经 慢慢的可就松弛下来了 刚一松弛下来 这村子里可出事了 怎么了 使劲的父亲史太公呢 睡了一宿觉 第二天没起来 死在床上了 这回村子里边的刘高手 刘大夫也没法治了 大伙都说呀 这老头啊 人家那是前辈子做好事 修来的 睡死了 别人想这么死 还死不了呢 这是最舒服 最上乘的死法 其实啊 这老头大概得的是脑溢血 使劲给父亲的就操办丧事吧 史太公 德高望重 全村的人都来给他吊咽 出殡的这天 宋灵的队伍从村头到村尾 那是好大的气派 老头到棺材入了土了 这坟头刚排起来 有一个庄丁 慌慌张张跑到了使劲跟前 我说史太郎 坏了 少卧山上的强盗拉着队伍下山了 眼看着可就到了咱们村口了 使劲一听 哈哈 好啊 你们这是趁丧打劫呀 你们来得好 乡亲们 跟不走 敲响帮子 我挥一挥他们这几个寨主 这正是一波未平 一波起 暗下葫芦 飘起飘